我们这个简报里面讨论的是校园 化学实验室环境安全的教材 那这份教材 是 一个最初步的 了解 对化学实验室安全的最初步的了解 所以内容非常的多 但是又要 选择中间地要的部分 所以 有一点像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味道 同学们 或者是听众们 在看完了这一套 投影片之后 只要获得一个初步的 认知印象就可以了 细节有待继续努力 那么要认识化学安全 必须要先问 你的危险在什么地方 那如果 你不知道危险在什么地方 那无法追求化学安全 所以无知是最大的危险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有相当的认知 那么有了认识以后 我们就可以 避免危险 就不危险 那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会建立一个基本的态度 叫ASK Ask for yourself 那什么是ASK 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来讨论 那我就引了 迪更斯的双层记的这句话 那我们都知道 他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同样的 实验室是最危险的地方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其实我们很多 老师们都会谈起来 我们的学生 出车祸 远比在实验室 出事情的多得太多太多 那么所有的事情 都不能够先存侥幸 也就是说实验室里边 总会有万一万万一的事情发生 所以呢 安全 是你必须要的 而且一旦发生的事情 就像是养兵前日用兵一时 你必须要有迅速的回应 不能够出错 所以我们必须要建立 防灾与应变 认知与能力 这四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 墨菲定律里边所讲的 倒霉的时候 事情总会发生的 那一旦发生了以后 其实最开始的那10秒钟 就是最长的10秒钟 会决定你 后续 事故的严重性 或者可以平安度过 那么要讨论防灾与应变 认知与能力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对整个化学教材 甚至于说我们在学习任何过程 都必须要思考的 要建立的目的 也就是ASK三个字 ASK建立了 你可以求得你自己的安全 同时 可以追求你自己的价值 获得成就 那ASK是什么呢 13个英文字 态度 Attitude Skill 技能 K 知识 Knowledge 必须要这三个兼备 那这三样事情里边 我们第一个态度 其实是最重要最重要 在实验室里边 绝对绝对 要认知到 这是一个不可轻忽的地方 要 随时注意自己的安全 养成自己的习惯 取用化学药品的时候 先想一想 机器开关要 Tun on 的时候 要想一想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本身 是19世纪初 刚开始建立化学的时候 一个 伟大的化学家 那本身灯就是他发明的 他自己在做 深的化学实验的时候 就自己去设计了一个很长的玻璃管 接到窗外 用它来呼吸 避免中毒 那不久 Libish 就发明了 排言柜 那就是会 求得实验室的安全 也就是说 你如果知道危险何在 认知到这样子一个 危险 然后建立正确的态度 那你就会 变成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那Skill 包含了很多种 比如说化学安全里边 等下我们会讨论的 SDS 就是安全资料表 必须要建立安全资料表 然后如何用安全资料表 这就是你的技能嘛 那如何使用仪器 如何蒸馏 如何做回流等等 那这个就是在实验室里面 慢慢慢慢会建立起来 这是技术 另外呢 那你要知识呢 包含我们学过的物化 热力学 放热反应 吸热反应 气体膨胀 比如说我们要 经理认知 18cc的水 一旦变成气体 体积有 22.4公升之大 那急剧的膨胀 就会爆炸 那如果是易燃的气体 就会起火 类似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活用 我们学习的各方面的知识 在实验室里面 才能够避免危险 那有了SK三件事情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求得自己的安全 你才能够建立 你的价值 你要追求的目标 那这个就是 实验室里面的 一句话 我们最希望的是光谱 每天每天都不一样 星期 分子呢 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 有新的分子出来 点子呢 每个月每个月都有 论文年年年年年的很兴盛 但是这些都建立在一个横批上面 就是四季报平安 没有平安 这些都是虚幻的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实验室安全呢 我们就 规划成 八个 彰景 我们希望能够 让大家 在这个 刚章目举的状况之下 分别的去了解 有关于化学安全的一些事情 就像开始的时候我们讲过的 我们只要建立一些概念 不必 在今天的 演讲 今天的投影片完毕了 就把这些全部都记住 不需要 我们要的就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让我们知道 我们该做什么 该避免什么 这样就可以了 那这八个部分里面 当然最重要的 就是化学品的安全 因为做化学实验 就会用到化学品 那化学品 要在实验室里面 第一个就是你要怎么存放 比如说管制品 你要使用的记录 抽气的药品贵 然后固体液体的排列的位置 这个都要考虑好 那另外实验室里面必须要有 抽气设备 抽气设备 你要定期的检查 抽气设备里面不能够放有机容剂 反而造成了危险 那其他 个人的防护器具 都要注意 这个是在使用化学品的时候应该注意 那化学品里面又会分类 比如说会爆炸的 着火的 会有氧化的 那这边我们特别强调 大家不要以为眼泪就很安定很稳定很安全 一些含氧酸根的眼泪 其实是很危险的 硝酸钠 过滤酸钠 其实都是 火药 都是放烟火里面用的一些原料 不要忽略 那有关于这些 事情 我们后面会看到一个 GHS的系统 会做详细的规范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会有一些 特定的化学物质 有危险的化学物质 在全世界共同认知危险的状况之下 定定出来 特定的化学物质分甲乙丁丁 有机溶剂分成第1类第2类第3类的等等 那细节我们就不再讨论 这个表的意思是告诉我们 如果你设计一个实验最好避开这些东西 你在设计的时候就避开 特定的危险的化学物质 那这些特定的化学物质有些是自身的毒性 其实有一些 是可以用来制造 安非他命的 制造撒林毒气的全区物 所以都要严格的管制 在实验室里面 也要严格的管制 那么有关于化学药品 目前全世界都统一在一个 全球调和制度里面 就是GHS 对它的危害 跟它的预防措施 万一出了状况如何处理 都有详细的规定 GHS系统里面 最重要的 就是这9个图案 那我们也知道贾伯斯 创立了苹果电脑公司 首先引入了图形界面 就是不需要记很多特殊的 指令 只要按图按图就可以 操作很复杂的城市电脑 这个概念有了以后 也被 广泛的应用在各个领域 我们在机场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表示 在化学实验室 化学药品 我们也会用这样一个系统 就是这9个标示 那么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是看图 就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第一个是火焰 当然就是亦然 可然 第二个也是火焰 但是中间有一个圈圈O 我把它解释成氧化 Oxidation 所以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氧化剂 会发生反应而起火 第三个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腐尺性的 第四个骷髅头 就知道这个是 极毒性 那至于一个惊叹号呢 那也是一个极毒性 那是属于第四类的极毒性的物质 再一个图是爆炸 很明显 再一个是高压气体的 钢瓶 再来就是有危害身体的 比如说呼吸系统 侵害皮肤等等 最后一个 就是危害环境 所以我们看图 视制大概就可以知道 这九大类 那详细的情形 我放在头影片的最后的附录 有需要的自己点了去看 有一些举例说明 的状况 举例的例子来看呢 就是氨气 ammonia ammonia 就会有上面这个 应该是要是气体 高压钢瓶 有毒性 极毒性 有腐蜀性 然后危害 环境 那就会有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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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GHS系统里面 会明确的标示这些 状况 那在这些GHS标示的状况里面 它会附了一个 SDS 就是Sephyl Depid Beta Sheet 安全资料表 安全资料表必须包含这16项 其中有两项我特别标示出来 请大家 在取得 SDS表的时候 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是一般 忽略掉 一般没有的尝试 第1个就急救措施 就万一 碰到身体啦 吸入啦等等 如何急救 第6项就是泄漏处理方式 也就是万一 实验室里面泄漏出来 该怎么处理 这两项 是比较特别 比较重要 而且是大部分的人比较不清楚的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是新闻报道 某一个实验室 绿化拱 不小心 撒到地面去 这个负责人 很仔细的 把他 照拔扫起来 集中处理 结果 过了几天 送医院 因为他不小心吸入了粉塵 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例子 说明处理方式 要注意 有关于化学品的安全 我们刚才讲了很多 其实你在进行实验之前 又应该注意到这些事情 你要用到哪些化学药品 那你就去查一下 他的 FDF 那他有什么特别的 物性跟化性 要了解 比如说 是强散减吗 氧化剂 等等 那另外呢 特别注意的 A跟B反应 会不会剧烈的放热 大量的放热 会不会产生气体 这些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那最后一项就是刚才提过的 确实的 要检查 万一泄漏了该怎么处理 万一出状况要怎么急救 这两个部分 这个是化学品方面的 一些必须注意的安全事项 第二项我们谈的是钢瓶 就是高压气体 那这些事情讲起来蛮简单的 高压钢瓶就像这个样子 标准的装置 然后呢 必须每一瓶每一瓶的 独立固定好 那一定按照 这个 右边看起 上面有一个 气压 法 就是Val 然后有气压表 然后一个控制钮 那这个压力表是钢瓶内的压力 出口的压力是另外一个表 然后就可以接出来使用 这些 是 基本的要求 然后我们看到 右边的这些图 是合格的 一个钢瓶一个钢瓶独立的 固定起来 然后右下的这个呢是一种特殊的装置 他直接有角座角座固定在地板 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的 那最左边的 就不可以 很多钢瓶用一个钢锁拦住是不行 所以会出事情很危险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钢瓶 是不是 合格的检验了 那在台湾我们有颜色的代码 就像这个黄色的圈圈 附在钢瓶的脖子上面 检验通过了 他就附一个码 那因为这个颜色代码 各国并没有统一 所以请特别注意 这个 颜色代码上面的年代 2003 就是他2003年 检验通过的钢瓶 那有的时候进口的 或者是 还没有检验的 或者用气体压力 不是用水压检验 他也可以用左上角的 贴纸的方式来表上 或者是右下角的 标签的方式来表达 这个是 使用钢瓶的注意事项 那使用钢瓶之前 通常我们要注意的 有没有漏气 有没有固定妥当 有没有装好适当的 气体调节剂 regulator 然后管线接好 管线有没有漏气 然后你要送出来的流量要控制好 而且要稳定 按照这些步骤来操作 就可以维持 钢瓶使用的安全 第三项我们要谈的 电气安全 电气安全其实是很广泛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电气量 非常非常的多 实验室里面 几乎全部都是电气 那这里面 我就举了一个简单 直流电的 欧姆定律 跟公寓定律 这个我们国中都学过 V等IR P等IV 也许大家就忘记了 那这个的目的只是让 使用的人 随时评估 你实验室上面 同一个 的插座 或者同一排插座 你使用的电量 会不会超过负荷 那 P就是功率 就是瓦特 我们左边看了一个简单的评估方式 比如说一个Punk 750瓦 大概就是7A Hotplay 1000瓦 大概就9A 冰箱 1000瓦 也大概9A 所以光这三样加起来就是25A 那这样子一个简单的评估 当然这个是直流电的公式 交流电的电压有起伏 所以这个是平均功率 那如果是瞬间功率最高的时候呢 P可以是两倍的IV 瞬间最小功率可以是零 因为电压会零 所以交流电跟直流电有一点点小差别 但是这个只是告诉我们要略微评估一下 那感电 就是不小心漏电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线插座插头都要随时注意 有没有受损 受损一定要先修理好再用 那电流流过人体的时候有电压 跟电流的两种伤害 电压是高电压的时候 电压直接会伤害 那如果低电压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电流造成的 有的时候低电压电流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患 就是会引起 心室 纤维性震动 这个就非常的危险 因为他会把你的心脏 痘结的 末薄控制 破坏掉 然后心脏就变成 一 秒钟放电好几次的 状况 那就会 造成很大的危险 当然也可能会引起火灾 那整个电器设备的安全操作呢 其实第1项 就是 绝对要接地 也就是你实验室用的插座 是三头 而且要去确定你的第3个 接头有接地 因为很多都是骗人的 那如果必须的时候 你就去买特殊的 所谓的 GFCI 就没有接地 这个机器不让开 就会比较安全 那通常我们使用电器的时候是检查 配电 仪器 插头 插座 有没有 完好等等 其中有一项 冰箱里面 不可以装 挥发性的液体 跟反应性的化学品 因为如果它 溢出来 就会充满冰箱 冰箱里面 一般的冰箱里面 会有电灯 那电灯一开的时候 启动的时候 会有 万一会有火化 就会爆炸 所以这个要特别的小心 第4项 我们就讲 设备工具的安全 设备工具我们实验室常常会用到是哪一些东西呢 比如说是离心肌 那离心肌 因为它是高速转动的 所以我们有几个简单的要求 比如说桌面要平 然后离心试管一定要平衡 左右要平衡 尤其是高速离心的时候更要特别小心 然后 没有停以前不可以打开盖子 如果遇到了震动 就立刻停止运作 重新启动 那类似这样的 要求 另外一个就是Pump 那Pump 现在大部分都是 所谓Direct Drive 就直驱式的 就没有传动的皮带 那如果有传动的皮带 那就必须要有护照 避免被卷入 那因为Pump 会用油压式的 会喷出油污 所以不要放在密闭的 空间使用 必须在通气柜里面 那因为会有热 所以旁边不要放 易燃的化学药品 第四项呢 是一般实验是没有注意的 因为它Pump 的时候会喷出很小的油污 久了以后在地板 会产生油污 所以必须要用一个盘子 承接喷出来的油滴 那当然了 还有很多 要求 比如说 Pump 的油要常常换 Pump 的油要当特殊的 废弃物 不是一般的油 因为它已经被污染了 那 比如说真空Pump 的时候 要用TRAP 避免有机容器吸进去等等 那再来是烘箱 烘箱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家里也都会用烤箱啊等等 就不要把 易燃的 比如说 塑胶的东西 放到 就可以避免危险了 那旋转蒸发器 就是 我们实验室常用的要 把手本的取走 那一般来讲 就是遵照实验室里面的 标准 程序 大概就没有问题了 没有特别的要求 那刚才我们谈的是设备的 现在我们建议的是通报系统 就前面的是有关于使用的安全的要求 后面的事项 是我们要怎么样来防备这些事情 通报系统呢 基本上是每一个单位必须要有的 每一个单位从最高级的 比如说学校到院系所属 一直到个别的实验室 都要建立 一些法规章程等等 然后呢 这个层级建立了以后 指定负责人 然后严格执行 基本上就是这样 最后一项是很重要的 就是每一个实验室都要建立 这样子的标准的 安全手册 实验室的安全规范 而且要让每一个人 做完了 適当的 训练讲习 亲笔签名 而且不定时的随时的提出来 讨论 这些事情 再来一项就是个人防护 这一件 个人防护的规范 就是 牵扯到每一个人自身的安全 所以要特别注意 那 第一个 我们来注意 个人防护在一般的实验室里面 大概就是 呼吸的保护 就是口罩 手套 眼睛 还有就是 衣物 血 那另外实验室里面会有的 配备 就是淋浴器 洗眼器 所谓的急救箱 灭火器 灭火毯 我们会稍微的 个别来讨论一下 第一个是手套 我们都以为戴了手套就金刚不换 其实错误 手套也是一个化学品 它会受到 其他化学品的 作用 不要以为戴了手套 手套就安全 比如说橡胶手套就碰到了硝酸 会起火 那一般的塑胶手套碰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溶剂 会溶解 所以要特别的小心 手套并不是万能的 那手套基本上我们一般常用的 大概就是 实验室最常用的就是乳胶手套 或者是 这个绿丁锡手套 大概一般就是这两种 那去查一下子你用的手套是哪一种类型 避免遇到哪一些化学药品等等 另外呢 就是淋浴器 跟洗眼器 两个标志在实验室里进口的 入门的地方 就会有明显的标示 又图就是一个标准的淋浴器 在淋浴器的底下 应该会有一个承接盘 因为你淋浴出来 的 有毒的危害的化学药品不能够流满地 这个是各个实验室要去 执行的 就是 那淋浴器要大量的沖水 通常 最少要15分钟 又出了事情 这个是 第一步 应该去求得 防护的地方 另外呢 万一出了事情 就会有 灭火器 或者是灭火毯 灭火器有分很多类 因为各种不同的火焰 实验室里面都会事先配备好 实验室用的 比如说干粉灭火器等等 但是最后一项 就是灭火毯 灭火毯其实是实验室里面很重要的一项 防护工具 一旦 不小心 着火 灭火毯远比灭火器有用有效 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包裹起来 在地上打滚就可以灭火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边是灭火器的分类 我们就不详细的讨论 那一个实验室进去了以后 这个工作同仁 一定要注意 实验室里面有没有紧急通报按钮 在什么地方 紧急通报的电话 然后紧急负责的人 在什么地方 然后知道逃生的路口 逃生的通道 然后充眼器 灵域器的位置 全部要事先 看过 才能够进实验室来操作 那例行工作 就是 我们要开始做实验室了 这开始要进实验室了 进实验室之前 我们先来做 从头到脚的一个检查 第一个 你的长头发 不论男生女生 不能够流露在外 要绑起来 隐形眼镜 绝对不能够戴 一定要换普通的眼镜 而且要另外在家戴安全眼镜 就是google 不要以为戴了安全眼镜就可以戴隐形眼镜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 然后另外 最好穿长裤 长裙 不要穿拖鞋 凉鞋 这个是你对自己的保护 这个是检查 完毕 然后再来呢 实验衣穿好 扣好所有的扣子 然后准备好你的实验纪录 记录布 记录笔 最好不要带文具盒 就进实验室 实验桌上面 放越少的东西越好 戴好口罩 戴好手套 大概就可以进实验室来操作了 进了实验室以后 要注意看看实验桌上面 有没有 适当的 化学药品 要检查 然后把个人的东西放在 适当的位置 不要放在你的实验桌的旁边 因为出了意外都会妨碍你的应变 另外就注意 淋浴器 洗眼器 灭火器 灭火毯的位置 逃生的入口 如果有紧急通发按钮 你要知道通发按钮在什么地方 大概这个就是我们进实验室 之前的准备 进来了以后就检查你实验桌上面的玻璃仪器 电器仪器 如果有化学药品 溶剂 等等 是不是完整 是不是破裂 是不是齐备 然后废弃物 要放在什么地方 大概就准备好 那如果是实验做完了 当然按照顺序再检查一遍 最后一项就是实验室的废弃物处理 做完了实验以后的废弃物 必须依照指示 分类处理 那废弃物大致上分成这几类 有机肺液 含乳素的跟不含乳素 因为含乳素的 会产生 燃烧的时候会产生代药性 剧毒的东西 所以必须要分开 另外有机肺液里边 有机肺液里边 肺基油 要另外处理 另外呢 就是含有 CN的 氢系的肺液 这是剧毒 含有 巩系的肺液 这也是特别要另外处理 另外水溶液里边就会分酸性的 碱性的 含有重金属的 另外就是固体肺基物 实验室里面的手套 氯子 都不可以随便乱丢 都要当 化学废弃物来处理 有了这些类别以后 我们有特定的标示 那因为我们 现在国内的 废弃物都委托成大代为处理 所以成大有规定了一些代码 ABCDEFGHI 然后环保署有代码 C0149等等 分别对应的就是有机肺液 乳素的 非乳素的 肺油的 然后这个是含氢系的肺液 巩系的肺液 酸性的肺液 这是碱性的肺液 重金属的肺液 还有固体的 可燃的肺球 这个细节我们也在附录里边 有详细的说明 怎么样的化学品归哪一类 哪一类等等 那以上八项基本上我们就可以 建立了实验室化学安全里边基本的认知 那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要建立真正的实验室安全 还有五个必须要注意的 就是整个实验室 整个系所 要建立全面的安全计划 然后呢 这个 安全计划不只是写在纸上面 而且要落实 成为一种文化 一种氛围 必须遵循 安全工作的规范 不可以侥幸 然后 个人的 保护装置 必须适当的准备好 随时使用 必须随时更新更换 定期的重新评估 实验的方法 或者安全的设备 因为也许 会 有新的化学实验要进行 就需要引入新的化学的 安全的规范 记住 安全永远是第一 没有了安全 什么都是零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永远是第一位 这个实验室最重要的 任务 然后充分的 培训 讲习训练 定期的 定时的 甚至每个礼拜 Good Meeting 的时候 讨论的时候 也可以提一提这些事情 然后小心使用 废弃物 的处理 就是 这个 不可以污染环境 也不可以 危害别人 定期的安全讲座 希望 能够达到 化学安全的目标 就像一开始我们所讲的 我们这个教谈 这个训练 这个讲习 我们要的 就是建立 防灾 与应变 认知与能力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说的afk 三件事情 才能够追求你的安全 追求你的价值 谢谢各位的收听 谢谢各位的聆听 最后面 还是用 刚才我们讲过的 实验室里面 最好的 最理想的化学实验室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横批最重要 实际报平安 那大家平安 实验成功 顺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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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